剛剛廖老師有說 有些地方會聚陰 那所以有一個所在 譬如說 像我做冰的時候有廢棄的碉堡 或是叫腳比較沒人去的地方 那個地方會聚陰嗎 會啊 比較偏僻或比較陰暗 比較潮濕 廢棄的碉堡 裡面都會有潮濕 那個是亡靈比較喜歡聚集的地方 那尤其是 比如說 不過我那時候做冰的時候 有看到情侶在裡面 情侶不知道寶貝 對 他不知道旁邊一堆在看他 真的是真的 然後還有就是說 比如說 寒館 寒館 寒洞那一種 寒館也是喔 也是喔 那一種 也會喔 還有就是說 比如說比較偏僻的公園的廁所 我一向不去上廁所 比較偏僻公園的廁所 對對 這個公園比較大 然後有時候公園會設計一個公共廁所 在那邊 我一向不會去上那個廁所 因為那裡面一般都都比較容易聚陰 對 還有就是以前我們小學的時候 以前的學校有一些 就是也會小朋友看到 因為有一些學校 他是 就是墳地嘛 然後簽 對 然後才蓋的也是會 對 是 那廖老師 我處理過一個學校的命案 對 這一個是比較特殊 我處理過的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談到很多這一種 比如說兇殺啦 或是致敬 親生的這一種 那這一個是意外 其實這一個學校就是 這個學校有一個蓮花池 那就是因為現在我們就是很多學校都是 沒有那個圍禮 沒有圍牆 都是開放性的 然後這個學校就是附近 也有很多的社區 那就剛好就夏天很熱 那就有人在那邊聚集聊天 然後喝酒 然後就不幸有一個人喝醉了 可能就自己在那邊納涼 喝酒 你知道嗎 喝酒水就是屁的那個 掉到那個蓮花池裡面就往生 那往生之後呢 學校也很低調 就處理著這個事情 然後這一個家屬來把這個大體移走 然後就辦完這個後事這樣子 可是自從這件事情之後 學校就很不安寧 就是說學生會突然就是跌倒 可是就好像有人辦到他的腳跌倒這樣子 就常常小朋友有這個意外發生 包括學校在興建一些禮堂 或是新的建設都莫名其妙 有那個東西掉下來 就工具或是什麼鐵柱鐵棒 然後就有人受傷 再來就是在上課的老師也會無緣無故就跌倒 都是一些意外 就學校就很不安寧 然後剛開始他們都認為說 這會不會就是一個湊巧 就剛好小朋友就比較會蹦蹦跳跳跌倒 那老師可能也不小心 然後公安意外 有時候工地也會有 可是一直到一件非常邪門的事情發生之後 就是有一個小朋友他在上課 然後上課上一半 然後他就跑到教室外面 就拿起一個籃球 一直在那邊拍 一直拍 一直拍 然後老師一直叫他 就叫不回來 然後老師就說你怎麼上課 上個一半跑出來打籃球 然後要把他推 要把他拉進去教室 拉不動 國小 拉不動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拍 卡到這樣 然後就眼神呆滯 卡到 然後後來呢 就是請來教務主任 就幾個人就合力 就是一個拉 一個叫他的名字 然後小孩子才突然醒來 然後就哭了 對 然後就請來家長 請來家長就 小孩子就說他不舒服 請來家長帶回去之後 這個孩子半夜就發高燒 就送急診 然後就覺得裡面他們學校 有一個老師就比較有在拜拜 他就跟校長說這樣很邪門 會不會跟那一件事情有關係 於是就打電話來請教我 然後請我去處理這件事 那我就說當初應該沒有人去 那個蓮花池那邊陰魂 對不對 他說沒有 就是這樣請 然後有請警察什麼的 然後就家屬把那個大體移走這樣 所以我就說那不行 我們一定要在那邊要搭追徵 雖然他是一個蓮花池 我們一定要搭追徵 然後我們要做隱魂的儀式 對 然後把他就是說 真的要幫他做一個超度的法會 然後後來就 我就處理了 這一件事情之後 這一個學校就變得很平順 好看 對 比較特殊是學校的一個案 是 是 這個小亮哥 你怎麼處理過那種 你知道 現在我們這種蓋大樓有時候都會有中庭 那有人會去跳中庭嗎 常常都有人跳中庭 因為社區嘛 都跳下來的位置大部分都是中庭 對 那那個現場其實都是非常可怕 有很可怕到很多人 可能他連中庭都不敢走 不敢回家 別的住戶 可能就是暫時住外面 那我遇過很多案件 其中有個案件 他就是跳下來 那他中庭有那個造景臺 他剛好頭就去插到那個四四方方的 那個角 那整個頭馬上就碎掉了 碎掉的時候 我們去清理 結果 他對幾樓條 十三樓 十三樓 那我們去處理 那家屬 拜託我們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叫我們幫他找一顆眼珠 他有一顆眼珠 就頭碎掉 撞擊瞬間 不知道飛劍出去 那我們就去清的時候就找 就找了老半天都找不到 怎麼會 最後我們發現 他已經掉到排水溝裡面 他的眼珠就掛一條 很像血管的東西 剛好就勾在那個排水孔那邊 還好沒掉下去 那我們就幫他蒐集起來 蠻恐怖的 對 掉下來要刷掉 對 刷掉 就不像 不像大家覺得 就是好像一個人躺 就是躺在那邊 就往生下 對 只要跳下來的人 通常我們最常見的就是他的頭都是碎的 對 頭會碎掉 對 頭就是碎 腦漿會流出來 然後你會看到很像豆腐的東西 那就是腦 對 那我還有處理過一個 那身體呢 我還有處理過一個就是香港級的女子 那那個聽警衛說 他是跳下來的時候 他的身體就瞬間折成兩半 那我我去那個案件的時候 就是地板就會看到一些腸子瘡器 那就是遺留在地板 對 那那其實他們 所以肚子也會破掉 對 看他折到哪裡 有些人是頭先 有一些他就是剛好身體 可能先或腳先 每個案件不一樣 他就你可能會看到一些 我沒有看過腳趾的也有 對 然後腸器外露的也有 對 好可怕 水晉請教你 像這樣子 如果說有人從中庭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那個戶數很多嘛 那你把人家跳中庭 對整個大樓的那個價格 都有影響嗎 會 因為像我之前賣過幾個社區 比較高檔的社區 他們一般有沒有 他們會很有默契的 就是會要求所有的住戶 還有物業 都對這件事 對這個事情絕口不提 因為如果一旦傳出去 他們社區要賣 第一就是可能要來看房子 會說你這個社區有發生過 人家跳下來的問題 可是雖然不是說 你要看的這一戶 但是有時候他們買的人 想說我都要買這麼高檔的社區了 有發生這件事情 他們基本上就不太願意買 那就是說如果他本身已經曝光了 可能有上過新聞或什麼的 那有些講白就是可能周遭 你會發現大家的房價 可能都在往上 但他的房價可能就是停在那 或者是人家上漲的比較慢 他就上漲很慢 為什麼就是事情會影響 所以變成就是說 有些比較好的社區 他們會有一個很有 就是一個默契在 就是說這件事情發生了 大家知道但通通不去講 通通不去提 包括你樓下的物業 像我們有時候要去問 那物業一律說不知道 他甚至都不會跟你回答 任何關於這個房子的問題 那中庭有人跳樓是不需要 如果有人要來買房子 可以不需要跟他說嗎 如果他如果跳中庭 其實一般不用 因為不是我事情的那一戶 就要假如我今天 我要賣十樓 如果他今天是從十樓跳 我賣的是凶宅 我要跟他講 可是我說他是從別戶 或是可能別的洞跳的 那如果說不關我這戶的事情 其實我沒有 我不需要特意去帶過 這樣的一個話題 因為我們換個說法 就是社區很多 不管他是跳樓還是怎麼樣 其實每個社區難免都有 那麼一兩件事情發生在裡面 這樣對房價影響有多大 如果是被知道的 而且是上那種社會形容 或是很大的話 他整個社區的房價 其實會影響到多少 三成還是四成 沒有他不會說跌價 但是你會看到同樣的 可能你隔壁下一坪要五十萬 對不起你家可能就是三十五萬 就卡在這個地方 就上不去 或是慢慢就是可能 好像隔個兩三年成長 到三十八四十 可是可能隔壁就是越來越好 但是你的社區就沒有辦法像 沒有就是反正因為你曝光了 就是這樣的訊息 會影響到你社區的房價 有幾百戶 怎麼可能說沒有曝光 對啊 那變就是說幾百戶的那種一定 反正那種幾百戶的有沒有 反而沒有人知道 或者是說那種比較不會有人去在意到 這樣的問題 因為他戶數太多了 對 反正那種很少 可能只有四十到八十戶 八十戶左右的那種 比較好一點的社區有沒有 你只要有一點事情發生 其實很容易大家都知道 真的 OK 好來我們先休息 先回到